台湾疫情现在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这完全是蔡英文当局作死的结果 但是台湾同胞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手组同胞 我们大陆绝对不会见死不咎 大家好 我是高志凯 欢迎收看高谈博论 我们今天谈谈台湾的疫情情况 大家知道最近几天来 台湾的冠状病毒疫情此起彼伏 这一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因为为什么呢 在疫情爆发的前一段时间 台湾地区的情况总体来说不错 甚至国际上有人把台湾地区 疫情控制称为是标杆 台湾当局也毫无眼色的到处去邀功情赏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大家看到台湾疫情有可能失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台湾地区总体来说 医疗服务护理工作等等标准还是非常高的 在亚太地区 台湾地区算是排在很前面的 这次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当局有点乱了阵脚 其中原因之一是什么呢 因为台湾没有这个疫苗 而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什么 蔡英文当局不顾台湾居民的死活 拒绝接受大陆生产的疫苗 大家看到台湾疫情现在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这完全是蔡英文当局作死的结果 在疫情爆发期间 台湾当局非但没有把台湾同胞的安全健康利益放在首位 反而是以疫谋独 试图在世卫组织推动台独的议题 这样做造成了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日益升高 关系非常的紧张 而台湾同胞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 蔡英文当局既希望与美国能够提供疫苗到台湾来 但是美国完全是在一种极端的自保过程中 大量的囤积了各种各样的疫苗 连美国人自己他都保护不了 怎么还能够有心思来保护台湾同胞呢 有些国家老实说人权 我最近老实强调 人权应该包括居民们 不因为政府的失职和无能而感染于这个病毒的权利 这应该是人权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人的命都保不住了 哪有其他权利可言呢 台湾疫情现在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这完全是蔡英文当局作死的结果 但是台湾同胞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首组同胞 我们大陆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在我们大陆都有几百万的台湾居民 在大陆生活工作创业读书旅游等等 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 给这些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提供免疫服务 使得他们在大陆生活得非常的安盈 非常的保险 台湾的居民们多动脑筋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考虑在金门啊等等设点 给台湾同胞来进行免疫服务 而且全部免费 这样使得台湾台北啊高雄啊台南台中等等 很多地方的人 能够比较便捷的到金门这边来 接受大陆疫苗的失质 如果能够取得这个突破 对于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来说 必定是一个复兴 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也有助于海峡两岸共同努力 普及疫苗的接种工作 使得我们全体中华民族能够尽快的遏制住 这个病毒能够尽快的走上健康生活 健康工作安全居住等等各方面的生活的正常化 今天先聊到这儿